今天我们要来告诉各位Android里面一些比较重要的观念 这个重要的观念最重要的第一个是Activity 再来的话是Intent Activity跟Intent之间有个关系 Activity、Intent跟View之间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 应该是在这里 这个期中考的时候我没有考 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 它的核心设计理念是像这个样子 Activity 然后呢上面会绑一个View 也就是说这个Activity是城市的主要部分 然后上面有一个显示界面 Activity如果要呼叫另外的Activity 必须要透过Intent 所以它可以透过Intent让Activity之间做转移的动作 而且如果适当的设计还可以做回来的动作 其实都可以回来 但是你要去小心设计它里面之间的呼叫关系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最简单的东西就是 我现在建立一个Activity 我再建立第二个Activity 然后呢我用第一个Activity呢 你按那个返回键的时候它自动又跳回第一个Activity 这样不知道听得懂吗 这样有点复杂 那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小程式 但是却要动到两组的Activity 和两组的View 这是为什么会复杂的地方 两组Activity 两组View 一个Intent 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一块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示范 示范 示范是这样 我现在这个程式已经启动了 那我这里有一个Hello World Activity 1 然后我上面放了一个按钮 那这个按钮呢 它说启动Activity 2 按钮上面显示的文字是这样 那当我按下去的时候 它跑到Activity 2 那问题是这个Activity 2什么都没有 对 在Activity 2什么都没有 但是 它确实启动了Activity 2了 那我在这边呢按返回键 它又跑回Activity 1 我再按启动Activity 2 又跑到Activity 2 再返回键 又回到Activity 1 OK 好 就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 但是程式码 感觉并没有很简单 所以我们要一步一步来看 那我做了什么事呢 我建立了两个Activity OK 那 因为有了两个Activity 第一个Activity它的主要的View 是Main.SML 这一个Layout OK Main.SML 这一个 而且上面有个按钮 有个按钮叫启动Activity 2 OK 这是第一个Activity 好 接下来呢 我又建立了第二个Activity 这个第二个Activity呢 它所对应到的Layout 是这个Layout 2 OK 所以 第二个Activity 其实它的程式码很简单 几乎什么都没有 几乎什么都没有 但是呢 它会对应到一个Layout 这个Layout呢 也就会显示一个文字 就叫Activity 2 就这样 在Activity 1的地方 才真正有一些程式码 这个程式码是这样写的 我首先先取得那个按钮 把按钮取出来 用FindViewByID 才有办法取出来 取出来之后 我必须要设定那个 按下去会怎么样 所以我用B1.setOnClickListen New buttonOnClickListen 那里面呢 有一个OnClick的事件函数 那在这个OnClick函数 就是说当你按下去这个钮之后呢 我建立一个Intel 然后把这个Intel 我们的启动物件 就是设成它自己 那被启动物件呢 就设成Activity 2 那接下来呢 我呼叫StartActivity 这个Intel 我们只能够用StartActivity 这样的方式来跳到另外一个程式 跳到另外一个程式 那跳到另外一个Activity 虽然它函数之间可以互相呼叫 但是函数在Android里面 不代表一个画面 函数只是个函数 那Activity 跟View绑在一起的那个 才叫一个画面 所以当你要切换画面的时候 你非得要做 StartActivity的动作 所以当我们用StartActivity Activity i这样子去启动这个Activity 2的时候呢 它就会做像这样的动作 启动了Activity 2 然后接下来呢 按返回键 又回到原本的Activity 1 这样懂吗 所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StartActivity i 这时候它才去启动Activity 2 但是问题是你的Activity 2 要写好 要存在 那这边因为我们已经写好 而且存在 而且它 有绑在一个Layout 2上面 它绑在一个 这里有没有 R.Layout.Layout 2上面 Second view 绑在这个Layout 2上面 所以它显示出来的画面 就会是那个Activity 2 Layout 2的画面 这样看懂我们的意思吗 所以 待会呢 请各位自己写一遍 但是还有一个地方 我还没提醒 这总共要写几个程式嘛 第一个 Activity 1 你建立专案的时候 它就会给你 你要加上这些程式嘛 OK 然后呢 Man.Layout 里面呢 本来只有 本来没有这一个Button 那请你把这个Button加进去 那再来Activity 2呢 你就建立起来 把这个贴进去 到这上就可以了 你要再建立一个Layout 2 你要再建立一个Layout 2 这个建立的方法是在这边 在这边Layout 这边呢 按New的时候 这里有一个Android的SML File 你给它按下去 它会帮你建立一个新的Android的SML File 那建立完之后 其实你可以修改一下 另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是 建立完之后把这个复制贴上去 把原本的取代掉 这样子就好 好 那最后还有需要修改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AndroidManifest.sml 的这一个档案 这一个档案 你这个Application 这个应用里面有多少个Activity 你都要列在这里 那因为我们本来一开始预设的时候 它已经给了我们一个Activity 1 所以我就不用再加 但是这个Activity 2 是我们自己加的 所以我们得再加进去 所以我必须要在这里加上这两号 这样子才有办法 把Activity 2 让应用程式知道说 它是应用程式的一部分 到时候也才有办法 启动Activity 2 所以要做的动作 虽然程式很小非常简单 但是要做的动作有好几个 所以请注意到 那我们给各位去实作这一个程式 那它的专案其实我有放上去 但是不建议直接使用 除非你遇到问题 否则的话 请你重建一个新专案重新写 那内容都在这里面 那这一个东西在核心物件里面 Activity的呼叫另一个Activity 这里 你从核心物件点进去 Activity 呼叫另一个Activity 这里点进去就是刚刚那篇文章 OK 那你从这边可以开始建立今天 这一个 启动另一个Activity的专案 那我的名称是用Activity1和Activity2 所以这一个 这一个专案我是叫做 StartActivity 专案名称 然后呢 里面的Activity叫Activity1 你专案建立的时候 必须要专案名称这样写 专案的内容这样写 那会比较一致 你不用再修改 那如果你名称取得不一样 就请你记得要做对应的修改 OK 好 那大概这样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请不相信 ολ电话 订阅 订阅 应该 Entrepreneur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